欢迎来收睇猛龙果冈吹魂旺财 继续有苏文峰师傅 与我们迎接全新的一年 嗨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睇猛龙果冈吹魂旺财 我们今天很开心 邀请到来自香港的苏文峰师傅 嗨 你们好 师傅可否和大家拜一个早年 恭喜大家 新春快乐 财息兼收 不知道行不行 其实呢 1997年的时候 香港其实很多人都移民 那时候很多香港人都移民到澳洲 但是近几年 我们在马来西亚 其实都看到 多了很多香港人选择移民过来 然后将马来西亚 列为他们的第二个家园 以师傅来看的话 这个会不会和马来西亚的地理位置 又或者是风水有关的呢 最简单点 我们香港很现实的 都是钱的 哈哈 我们这里赚钱容易一点 不是 他来这里移民 他就不赚钱了 是的 他是花钱的 他是找够了 譬如有些朋友在曼谷买屋 或者马来西亚买屋 他不会想在马来西亚赚钱 如果香港赚钱 马来西亚赚钱 就很好用 如果马来西亚赚钱回来香港 对 很可憐 吃个汉堡包也不敢 不是 那如意师傅你这样分析的话 那马币疲弱 其实某种程度上 都是一种吸引力 没错 没错 对 我应该是希望经济好些 马币好些 还是怎样 那你们去旅行 就可能比较豪 那现在你去旅行 算来算 这么贵的 什么都这么贵的 是因为马币跌了 那以后 要是要多赚钱 要是马币升 那我去旅行就更容易 那也是 其实我们也知道 另一个国际的事局 就是我们的另一个邻居 我们的殷迷 就已经是准备搬迁他们的首都 之前引来的首都就在Jakarta 但是就是选择搬迁到Nusantara 这个搬迁会不会对马来西亚也有影响 如果我这个地图没错 那印尼的首都就应该搬去这一块 是 那这块就连着东马 那东马来说 整个东马北辨水 那我就说了 如果现在可以偷步 就去东马投资 就可能这二十年 发展得比较快 好像之前我经常叫人说 九云最旺澳洲北边 澳洲北边 澳洲北边懂不懂 达尔文港 有个圈圈 原来达尔文港开始发展 还有很多游轮常去那边 可能真的静静起了 我们也不知道 等于马来西亚一样了 北边有水 最重要是记住 要V字 兜着才有用 射的地方 是兜不到的 所以北边有水 要V字兜着水 不要这样 有水也没有用 那你投资东马就懂 如果西马来说 就难一点 对不对 说来说 奔承的北边有水 在这里 可能 因为一个地方 一定是经济慢 它升起的时候会快一点 如果经济已经好 再上升 就会慢一点 所以如果你问我 有机会 东马发展 就会比西马来 所以这样说的话 印尼的千都 基本上 对马来西亚的影响 可能最大的是东马 没错 没错 另外一个 我相信马来西亚朋友 都很关注的 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 以师傅来看的话 其实对于马来西亚的发展 又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不理它 任何的基建 或者任何东西都 我们都是看回地方的地运 那你地运到的时候 就有没有一带一路东 它都自然会发展 那地运到 你想什么千方八计都没有用 所以都是看回 我们九运 那个水 九运就是来北边水 这样每20年都不同 原来2024前就是来西南水 2024到2044就是来北边水 然后2024到2064就往南边水 又往这边 因为整个西马都是南边水 所以跳那里20年 又跳那里20年 那我们其实也挺有运行的 在未来 对 要等下 不用等现在往东马 东马都大到西马 那是好的 那也是 但是师傅刚才说到 这个风水和水的关系 基本上大家现在担心的事 就是日本也将它的核飞水 倒入海洋当中 马来西亚不害怕吗 我相信现在马来西亚 很多人都害怕的 你的水是这样流的 流回来香港可能要一年后 所以趁着你多吃点鱼 你这个水流流到美国 美国加拿大 两边走 然后才流回来这边 所以现在 你问我 选这个日本 我还是选去大阪 不选去东京 哦 原来是这样 因为这边东边水 它去不了背面 比如马来西亚 我们这个只有马来西亚地图 不是世界地图 有世界地图 更加容易了解给你知道 或者不用 随时上网 看看水流的走向 跟马来西亚没有关 所以这里 骂的鱼 多吃点也不用怕 所以大家 我们还有机会 好好地吃鱼 对 对 听完苏师傅这么说 你一个新年 你都可以大鱼大肉 继续吃海鲜 刚才苏文峰师傅 就跟我们说 因为千刀之后 是有机会黄到东马 所以你未来的投资报告 可能可以往东马去考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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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